我要陪着你一起变老 你就是我最疼爱的吧 我愿意和你聊得成 哇塞 我会说 明天我跟你在一起我都好开心 我让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可以撒开你的眼里 我想让你知道你在孤单的时候 我永远 我永远坐在你的前面陪着你 你愿意做我的小朋友吗 白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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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比较爱鸡 我也比较任性的 我也比较任性的 你会有眼包容我吗 不会啊 那我要今天办好日子打你 你会还手吗 不会 真不会 不会啊 会不会 你也不会 不会啊 我好喜欢你啊 哦 白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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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方不方便问一下 你的月薪是多少 方便 我月薪三千美元 你看我今天穿的好不好看 非常好看 而且还很极致 哎小姐姐小姐姐小姐小姐姐 哎你是姓王吗 对呀 那你是85年的吗 不是啊 我是00后 00后啊 那你家是沈阳的吗 对呀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等到说你喜欢我 不是 您身份证掉了 明明85年还装00后 你知道吗 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 中国男人也越来越受外国美女的欢迎 为了吸引到中国男人 白俄罗斯政府就对中国实施了免签称策 当地女性天生五官精致 最爱健身 处处打扮 大部分女孩子都拥有模特身材 却因为男女比例失调 女性远远都于男性 与我国正好恰恰相反 政府不得不出台新政策 与当地美女结婚就能获得相应补贴 还不用彩礼 而且有许多当地美女表示想嫁给中国人 你行动了吗 哥 嗯 我谈恋爱了 好事啊 我前两天去他家了 哎 怎么说的 到他家 我又看中他哥了 然后我生病 他爸照顾我 我就想中他爸了 你说他咋办呢 你赶紧离他爷爷远点吧 说着男人就像酒 他越老越有味道 有的男人像茅台 每个女人都想要 有的男人像红酒 喝完这一口还想下一口 有的男人像啤酒 爽心又爽口 有的男人就像假酒 得晕 看到这个视频的女人们 你们常说 男人靠得住 猪都非常说 看到没有 实时证明 猪是可以上书的 男人也是靠得住的